在升级NCC将举办座谈会 讨论成绩两年的数位通讯传播法草案 简称通传法 对网络平台上的言论定法条来管制 依据这个草案 民众在社群网站上的发文 如果被指称是不实的消息 那么政府主管机关或者是检举人 是可以要求平台将内容下架的 但是要谁来认定呢 这个违规标准又是如何 都没有一个规范 难道要让政府自己说了算吗 中天新闻台被下架 全面转战YouTube当天就这么刚好 这个敏感的时机点NCC脸书发文了 举例美国对于网络服务供应商 管制网络不实言论的判例 相隔22小时小编先澄清 再过5个半小时又发声明稿 尽管两度解释完全是一场误会 只是举个例子 但是立刻遭到网友留言灌报 认为NCC暗指将管制网络 书雷通传法在上一届 从立法院来的时候 为什么会没有办法继续讨论 就是因为争议过大 一方面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 来限制点书相关的言论的 而且全世界民主国家 没有人这样子做 再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网绩网络世界 本来就是希望言论蓬勃发展 所有都是用低度管理的状态 为什么在中天关台 转到新媒体的时候 NCC又这么的做各种的讨论 想要再把数位通传法 送到立法院来 我们真的要拜托一下 其实不要只是因为 跟你不一样的声音 你就一直想办法 从电视台要管到网络上 难怪会被质疑 因为数位通讯传播法 最近在立法院 悄悄的又卷土重来了 NCC将办理座谈会 讨论草案 而依据这个草案 民众在社群网站发文 若被指称是不实消息 政府主管机关或检举人 可以要求平台把内容下架 翻开草案第五条 数位通讯传播服务提供者 应就国安自通安全等 依法配合政府办理 不只要管业者 连网络言论都要管 所以在两年前 NCC推动数位通讯传播法草案 管控言论自由等争议太大 最终在立法院没有过关 杀完中天杀网络 那政府现在变成是 所谓的网络吸场 那目前这个NCC 已经在草泥所谓的网管法 就所谓的网继网络的 一个视听服务管理法 就是网管法 就政府正式不干 现在准备来当网管 他还有所谓的帝王条款 那么在他的那个 13条的规定就是 只要你被NCC认定 有违反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善良风俗的话 那他也一样可以就是来处罚 最高100万元的罚还 也是暗刺连续处罚 罚到你倒为止 所以我就要说今天 我非常的遗憾 就参议文总统 你到底要把台湾民主 践踏到什么程度 那么连这种所谓的网管法 你都可以拿出来 那么台湾的民主 在你眼中还值几两重 罗志强认为政府要封喉 网路上所有敢对政府 说三道四的人 怒轰杀完中天杀网路 更何况民众网路上的言论 算不算违法 这要由谁来判定 生杀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中 民众可能会担心说 是不是政府介入审查 会侵害到言论自由 那其实现在网路非常发达 有很多网路的言论 其实都不用负责任 那确实也要有个专法 只不过这样的审查 就是说你要用是谁来规范 那其实实务上有很多种 像国外的话 有一个是业者自己的监督 然后一个是政府的监督 然后还有一个 当然就是司法上面的监督 那比较多的是业者自律 去自律规范 比如说像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 他们可能要自己定立一定的规范 比如说如果几次 确实是不当的言论 他可以下架 他的草案里面也写说 政府不太适宜介入 因为毕竟言论自由跟监督之间 会有一定的界限 那如果说真的有 国家安全的疑虑的时候 是不是看起来 没有很强制的规定 对 而且这个国家安全 要怎么去界定 其实也有点困难 NCC想将磨爪 深入自由开放的网路场域 尤其PO文市水温的时间点 又在中天关台日 令人不慎唏嘘 NCC小编为通传法铺路 泄露政府下一步 要如何对付一己言论 绿色威权发威 钳制言论自由的招数再升级 这下恐怕直掐人民喉咙 记得简容期离听台北报道